想你幸福 共住花团盡足 好幸福 来 导师 门一年早 那 这位我参与教人下午 好 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神跟神在下午 他们真的现在很认真在学上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昌马真的可以在自己过去 去找到那个自己要出入 那我曾经过去要分享12场的 《爱感冥想会》上面 我分享我自己的那个故事就是 四十几年后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 是真的来到操马 那也不是我拒绝的 是因为这条蛇脸 他真的看懂超级圣明的这个系列 他真的看懂 你看他跟我四十几年都没有出入 然后来到操马 他居然看到他要的东西 然后他只跟我讲一句话 他说 他希望我跟导师这样说他想修造吗 我说这个简单我可以把你讲 但是就是就因为导师的一句祝福 他导师跟我讲说 他既然这么想要修造 那我们就祝福他 可是在经过一年四个月之后 他在让我看到的时候 他已经变成冬 他不再是那个蛇神了 所以这个故事在跟我们讲说 诶 超级圣明密码 这个系列 真的 他真的很殊胜 你看哦 连异点他都可以照到他自己要的灵密 所以哦 越高的神位的神职 他们更看懂了 超级圣明密码的这个系列 因为导师的怨心 因为导师写了这一本 超级圣明密码 然后导师不断的寻寻善悦的教导我们 让我懂得超级圣明密码的好处 真的 难怪很多神职哦 有个神是两三千年的大王的 他一样 还是要想要 跟我们一起学习超级圣明密码的这个系列 所以 真的我们今生有幸 在这个当下 真的去碰到超级圣明密码 我对我个人而言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珍惜哦 那我更感恩导师 因为有导师 不断的寻寻善悦 让我们去学习 然后愿意教导我们这些东西 那说真的 如果导师没有教 我这一旧系统是没有帮我去学到这些东西的 那也因为导师愿意交给我们 你看 导师真的都没有什么私心啊 他真的把那九道信法写在书上 那每个人就依照这一本书下去学习 都可以得到不同的那个天地的礼物啊 那我真的很感恩导师 因为有超级圣明密码 才有我可能翻转的所有啊 在救系统里面 没有办法去翻转的这些课题 那真的很感恩导师 也感恩导师 为什么我没有开营营长 因为我一进来 我一进来超级圣明密码的时候 每次都逝去 那时候营营长在主持了奔山经历会 每次都去那边学习 那真的也从营营长身上 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 超级圣明密码对我来 对我而言啊 是另外一块 我从未没碰过的东西 但是营营长这样 也他有时候上课 然后再跟我们 让我们去行访他的事 他都会去 他就学老师那样修行善用 所以真的当我们学到说 超级圣明密码等会 就做系统所 的所有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让我很 我真的很坚定的在学 超级圣明密码这个系统 那我个人也很感恩天地 真的给我很多的祝福 因为这些祝福 我把我所有的难题都解决掉 那因为我的难题解决掉了 所以我们这下一代 真的不需要再去承受这些 这是我最大的首都 那还是要感恩教师 感恩超级圣明密码 感恩演义长 感恩很多的学长 他不断的再给我知道 那让我真的更加的 独立在超级圣明密码 可以取照自己的样子处理 谢谢大家